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涉及到权力两个字 就会引起人特别的重视 比如说堕胎 这一件呢本来是血腥的杀人行为 但是现在被包装成了医疗需要和女性权利 如果脑袋不转弯的话 就会觉得女性的权利居然在这个现代社会被侵犯了 这事搁谁谁也不能同意 于是整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女性居然成了支持这种行为的主力军 走上街头要争取这种害人害己的权利 那我们就看到自从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意见的草案被泄露了之后 有些支持堕胎的激进分子胆敢开始威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逼迫这些保守派支持生命的法官改变他们的想法 从一开始的Samuel Alito到有人要暗杀的Brad Kavanagh 到现在Amy Coney Barrett巴雷特大法官也遭受了同样的处境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一群激进的支持堕胎的分子并不是只有激动的成年人而已 那些我们极力保护的最容易被煽动 思想说成熟不成熟的青少年成为了左派的武器 上周六15岁的Ariana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女孩出现在了大法官Amy家门口的街上 他们身穿白衣白裤 在裤子的内侧沾满了红色颜料 手里拿着婴儿玩具 看起来就是刚刚做完堕胎手术 拿着死婴的样子 向巴雷特大法官抗议他们要堕胎的权利 我们在Amy Coney Barrett的家庭 今天我们的手在握着 我们的嘴巴在裤子 握着衣服 因为这就是Amy的美国看起来 孩子们会被制作生日子 女人会被障碍 女人会被感救到 女人们会被赢认希望她抗许 女人会被判委 получается她们都不阶不 那我们不能让这个事情發生 那么全面的说请假一山 而且进行风筹 就来到街上 因为我们不能将这个事们 一起来 这不是几乎 照道理来讲 这帮孩子跟性行为这件事 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关系 但是他们现在 却跑到大法官的家门口要堕胎 这些还不能被称为是女人的女孩 穿成这样的裤子 把手绑上嘴堵上 站在外面拿着大喇叭 喊着要堕胎的权利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 这些思想都是从哪来的 谁教的 那么他们想要堕胎权利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就说他们认为堕胎这件事情 到底重要在哪呢 那么下面的视频给出了回答 刚才这两个女孩提出了两个观点 那么这两个观点呢 是支持堕胎的人 普遍都比较支持的原因 一个就是他刚才说的 children will be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就是说如果要是不让堕胎的话 那有小孩怀孕了 要怎么办呢 那样就会变成是小孩去生小孩 他觉得这样很糟糕 那小孩去堕胎 这件事情有比较好吗 听起来也是相当糟糕 对吧 因为怀孕 堕胎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在小孩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男女发生关系 是要在合法结婚之后才可以 这个基本常识 现在有多少人不知道呢 杜绝婚前性行为 能够避免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良好的教育和信仰 更是可以让小孩明白家庭和婚姻的神圣性 如果不教导 一些孩子就会在思懂非懂的时候 因为好奇去尝试这些事情 导致悲剧的发生 所以我们真的要加强道德品德的教育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 未婚先孕已经是家常便饭 有多少人是因为怀孕了 所以才结婚的呢 有多少人的结婚照 就是孕妇照呢 婚前性行为 婚前同居 更是变成了太正常的事情了 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这些东西都是每一个家长要去教导小孩的 必要的性知识 以及性道德 更是需要被教导的 那刚才第二点 他说的是 他们不能够安全的堕胎 对 因为堕胎这个行为 本身就不是安全的 不管你在什么医院 不管是什么医生给你做这样的手术 堕胎都是相当危险的 非常容易造成子宫腔内感染 习惯性流产 终身不孕 子宫穿孔等等这样的危险 那么在这些年轻女孩的身上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教育的缺失 以及受害者心态的萌芽 这些孩子被左派利用 浇灌他们的道德价值观 把这些孩子变成左派孩子 但是呢 这只是他们目标群众的一部分 他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止限于这一群人 他们的目标同时还有有信仰的人群 贺锦丽 卡玛拉哈里斯自称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但是呢 他在这里告诉你说 你有没有信仰 跟你支不支持堕胎是两回事 支持堕胎 不会让你放弃信仰 也不会改变你的信仰 很明显他就是在说谎 原因就是他要让堕胎这件事 在美国产生更大的分裂 所以他就宁愿这样来说谎 他说政府不应该有权利 决定个人是否有资格堕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要把决定权交给各个州 你们自己去决定吧 是不是要开放堕胎 这正是最高法院要做的事情 那么支持堕胎的确不要求 你要放弃你的信仰 你当然不需要说 我从此退出教会 我以后再也不当基督徒了 因为我选择支持堕胎 真实的情况比这个要更加糟糕很多 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是支持堕胎的 或者是支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堕胎的 他们认为这是符合人情的 或者是他们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真理的 那么基督徒对于堕胎的理解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基本概念 因为圣经对于堕胎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虽然左派呢 在利用这些最容易冲动的年纪的孩子 去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 贺锦丽呢还讲这些话 告诉大家说 哎呀堕胎没关系呀 跟你的信仰一点也不违背呀 但是我们看到保守派的州在堕胎的立法上 一个一个的在赢得胜利 南达科他州的州长Christy发布推特宣布 在南达科他州的最后一间堕胎诊所已经关闭了 他写道堕胎已经在南达科他州停止了 我们一直都在为了这一天祷告 现在已经成就了 现在我们必须要加倍的关注和爱护那些在危难中的妈妈们 你可以获得帮助 收养是一种选择 你永远都不是孤单的 这实在太了不起了 一个州关闭了最后一间堕胎诊所 其中他们一定经历了征战 一定经历了艰苦的努力 一定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祷告 但是到了今天 他们实现了 我们可以选择做这样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祷告行动 去关闭堕胎诊所 阻止滥杀无辜 同时给予需要帮助的女性更多的关怀 在社会中加强教育和圣经价值观的普及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忽略神旨意的 支持堕胎或者支持某种情况可以堕胎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继续用世界 用社会教导我们的价值观和方式 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然后指责所有遵守圣经教导的基督徒是法利赛人 圣经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当神的话语的教导和我们人非常有限的狭隘的认知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去理解 为什么神这么说 而不是去逃避我们不懂的不明白的 然后选择按照我从世界学来的想法一意孤行 生命成长成熟是基督徒重要的一刻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偏执 去试着理解真理的时候 圣灵一定会亲自的开启我们 左派在觉醒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为了啥 那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 有一点辣眼睛 就像左派一直在提倡的这个气候变化 大家要注意哈 为了提高大家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非盈利环保组织专门请了一位注重环保的变装皇后 拍摄了一段舞蹈视频 这个视频的名字呢叫做 鸟儿告诉我们草地云雀之歌 在这个视频里面 一个男人化着浓妆浑身长毛 在草地里面跳来跳去 这也叫舞蹈吗 看看那粗糙的大手 看看这笨拙的动作 我感觉左派的人也不会真的欣赏这样的舞蹈吧 也不会真的认为这是艺术吧 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充满了诡异 整个视频里面最好看的就是那个蹲在草干上的鸟 那么拍了这个视频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关注气候变化吗 这真的好看吗 除了给现在政治正确的变装皇后一个舞台以外 我实在不知道做这个东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左派为什么会为了政治目的丧心病狂到要吹捧变性文化 呼吁小孩子去打变性激素 保守派的州像是德州和佛州一直都在立法对抗儿童变性 但是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专门用来对抗这些州对于儿童保护的法律 怎么能不让儿童变性呢 这是歧视 全美国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变性的权利 今天我正在订阅一个行政策 将决定的专业主要保护我们的社区 从这些恨恨的攻击 并向家庭与家庭 没有人在这屋里面有很多工作 我没有必须告诉你 到这次党主要保护了社会 看看这些要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er again 这些maga的人 居然不让小孩变性 这是对于我们家庭的攻击 在他的这个法案里面 禁止变性的小孩 接受转化疗法 转化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去帮助一个想要变性的小孩 不管你是给他一些心理上的疏导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他不允许任何人 帮助小孩去改变变性的想法 他们要创造一个历史性的举措 来防止有人帮助别人 恢复到他原本的性别 或者是改变他要变性的想法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有想要变性的人 不管是成年人也好 孩子也好 他们想要寻求变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人出现 给他劝导 给他传福音 这样的人就是犯法了 那么在这个行政命令中呢 还要求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与各州开始合作 促进扩大 获得性别肯定护理的机会 性别肯定护理是啥 这个词是LGBTQ的这些活动家 专门用的词 这个护理呀 包括 切除女性的乳房 切除男性的生殖器 在女性的身上造一个假的生殖器 以及脸部的整形手术 比如说面部女性化 或者是面部男性化的这种手术等等 那么青春期的组织剂和荷尔蒙注射 也属于在这个性别肯定护理的范畴里面 不仅利用这样变态的行政命令 让美国的小孩去变性 拜登也积极的邀请LGBTQ的活动家光临白宫 并且发表演讲 呼吁大家一起团结起来 帮助小孩变性 to all the supportive parents youth activists teachers and alli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with you and with a true leader a leader who is not just speaking up for us but standing up for us with action agen現在 extreme attacks 虽然这些变态的人是少数 但是现在他们正在被带上更大的舞台 虽然这些想法是变态 但是政府告诉你 不 这是好的 白宫邀请这样的LGBTQ活动家发表演讲 他们呼吁让家长 让老师 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全部都站起来来支持儿童变性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守住我们的底线 他们有联盟 我们也有 我们有教会 我们有持守圣经真理的家长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 而且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被迷惑的 寻求变性的小孩 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 带到教会里 让神亲自的帮助医治他们 不管政府的立法是怎么样 坚定真理的立场 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 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造物组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代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 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情换一到 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